大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的互联网用户数达到了5.6亿人 移动用户达到了4.2亿人 预计2017年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更小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国人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用移动设备上网 是全球最大移动互联网市场 美国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NNX 用太疯狂了来形容我们的需求量 因为他们的大数据预测 2017年中国将销售出智能手机5.05亿部 而全球才仅仅是17亿部 而中国智能手机销量的增量 也会带动互联网网络生活服务 在我国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既然大数据预测今年我们的手机上网服务会持续的增长 那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都有哪些发展趋势和我们的生活相关呢 如果有个陌生人在大街上找你借自行车用 又什么都不抵押给你 你敢借吗 现在有个人说 就算是全国人不给他押金 他也敢借 这个人就是马云 很简单 他要我们出示信用 马云用芝麻信用给我们评分 只要分数够 就不需要押金 我们用手机轻松下单 不但可以免押金借车 租房子也不用押金 甚至连看病都变成了先看病后交钱了 这个在以前我们都是难以想象的吧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通过信用分数线是件很容易的事 芝麻信用打分前你要先上传资料 例如学历学籍单位信息资产信息和信用卡报告等等 这些海量信息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不少的细节 信用好或是差 可是我们自己长期生活数据累积的结果 以阿里推出的这些新服务为例 信用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变得无处不在 现在已经开始有刷脸支付设备出现了 科技把我们的脸变成了可测量的数据 而信用就是数据测量的一把尺 所以说做一个信用良好的人 在我们的生活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